你问任何一个老板 说你用人的原则是什么 你各位都可以在我家里去问 你问他你用人的原则是什么 他都告诉你 没什么 肯干就好 你看所有人都这样回答 你千万不要上当 中国人用人绝不是肯干就好 绝不是 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的习惯 嘴巴讲的都是不重要的话 真正重要的话都放在心里头 没有人敢说出来 你要会问 你在中国社会你要会问 你看我先问他 你用人的原则是什么 他一定告诉我 没有什么 中文都先说没有什么 再说有什么 我没有什么 就是肯干就好 我说那请问你 忠诚重不重要 对你忠诚重不重要 他认为他 那别说的 那怎么就说 中国人别说的 比说的还要紧 你怎么说 你没说 忠诚度 绝对摆在最前面 就是可靠不可靠 而不是有没有能力 我们非常清楚 就是说 同样的 有能力的 我一定用 可靠的人 我不会用 不可靠的人 如果通通不可靠你 那更绝 我就用没有能力的人 我不会用 有能力的人 所以老板常常情愿 用没有能力的人 他不会用 有能力的人 我问他为什么这样 他说 这样才不太害 他想害我 他没有能力 我会比较不怕 这是很高明的 我们人才分是懂 第一点是 又可靠 又有能力 那大家都要 第二点 很可靠 没有能力 这样各位才了解 为什么中国社会 常常没有能力的人 他会居高位 因为他是第二个priority 第三个是 没有 不可靠 也没有能力 最后才是 不可靠 而又有能力 那种人 没有人要用 你这样才了解 为什么中国社会 常常有很多人 觉得自己怀才不遇 我今天 很不客气的讲 最好不要抱怨 你怀才不遇 因为你一抱怨 你怀才不遇 就是告诉所有的人 你非常不可靠 这是很倒霉的事情 我们这四种划分法 是全世界 只有我们这样做的 各位在可以去查证 可靠 有能力 这种人 谁都要 可靠 没有能力 他照样可以 当到很高的作为 不可靠 没有能力 他也是很多人要 用力 人的时候 只要这种 只有一种人 谁都不要 就是能力很强 但是一点都不可靠 所以在中国社会 可靠是非常重要的 你也贴 优优独播